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下午的3点28分 加权指数收盘跌29点 今天又是一个断头慢压的行情 你看最多跌了85点 尾盘才快速的拉回头 这行情是有在互盘的 谁在互盘呢 台积电在互盘 台积电是外资用来互盘的工具 台积电在互盘 另外金融股有在互盘 金融股是谁在互盘的呢 金融股是政府在互盘的 这两组都是撑住指数的关键 问题撑指数没有用 个股的部分已经惨不能堵 个股的部分惨不能堵 为什么台北股是会这么弱 融资断头卖压 这也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可是当出现融资断头卖压的时候 往往也是行情快 接近尾盛的时候 昨天融资又减少18亿 已经连续三天 融资都是十几亿在减少 尤其礼拜一减少42亿 礼拜二 礼拜五讲错的 礼拜五减少42亿 礼拜一减少62亿 昨天礼拜二又减少18亿 三天下来融资减少了136亿 这种状况其实不常看见 断头卖压万件齐发 加权指数收盘跌29点 你不会感觉有太大的一个状况跟压力 可是OTC的部分 最多大跌了1.7% 你知道OTC光是这几天下来跌多少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OTC光是在9月份 9月份OTC指数就大跌了8.5% OTC在9月份就大跌了8.5% 你知道8.5%如果算成加权指数的话 要落到1000点 要落到1000点 7月份 8月份 OTC指数也跌了4.7% 你知道从6月份到现在 光是从6月份到现在 OTC已经跌掉了19%了 已经落到19% 我说19%你们比较没感觉 你把它换算成加权指数 如果加权指数跌19%的话 那么要跌到2120点 这样就有感觉了 所以OTC你们比较没感觉 因为大家都在看加权指数 可是OTC它是中小型股的大本营 所以这一波6月份以来 个股跌幅超过50%以上的个股 快70%了喔 要70%啊 动不动一堆股票就跌 50%以上 你们有感觉是因为台积电没有下来 台积电在撑指数 对金融股在撑指数 你看金融股几乎都没下来的 金融股在撑指数 金融股一档一档都在撑指数的 尤其是跟官股有关系的 一档一档都在撑指数 金融股让指数感觉上还不错 可是个股跌惨了 稳貌 上盈 被动元件 6488 跌50%的股票很多很多很多 这三个月下来 如果你坚持只做多不做空 今天也就疼欸 真的很惨 上市归1660家 7成的股票就跌了50% 那你说你做多坚持做多 没意义嘛是不是 你一定要养成多空双向 都能够练得很熟练才行 你如果习惯行情跌做空 行情涨做多 其实这三个月以来 很多半空的股票 都可以让你赚很多钱 各位可以让你赚很多钱 各位你看我 买底部具有股 空高档的GX股 我这段时间以来 扛这15基5票 都赚很多欸 都赚很多欸 但有些股票我们已经补掉了 补掉也没什么 我们也不可能买最 所以空在最高 补在最低嘛 不可能嘛 赚钱达到目的那就很好了啊 对你看我放空这些股票 我一支一支給你看 是不是都跌得惨不能堵 半空的股票 大家都跌成千叠 你看阳明光 15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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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现在是多少 88 88 我15坡 15坡 当然我百的保住 我也赚30幾趴 对不对 我也赚30幾趴 对啊 我也赚30幾趴的啊 位数70块钱空的 现在是多少 40啊 除了40啊 对啊 我们四十八块補的 我们也赚30幾趴的啊 33趴啊 对 旱蕾 我们40块钱空的 现在剩多少 20 50趴 40块钱空的 现在剩20 是不是50趴跌 对 存安 也是同样 70跌到40 对 五峰 五峰就没空啦 可是相同情况 因为他当时要除泉了 所以接近除泉 我们没有办法空 五峰也跌好多啊 六十跌到剩30几 对 汇赚科 八十八块空的 现在存多少 还一度跌破六十块 这要没够收到哦 这要没够收到 这个坛上来 其实都可以再空 对 美食 美食差一点也空不到 也拌到这样 每一趟都的业绩很烂的 宣德现在 现在在补跌了 对 副顶 五十五空的 现在存多少 存30跌 或者没办法 因为要除全被强迫回补 所以赚了12% 也不错 对 我不喜欢追空 所以有些股票被 强迫回补之后 我就没再空了 那没再空 他还是继续跌 你看我军宝也是啊 44块空的 不要吓到这样 对 精彩 六十五块钱空的 今天又破新低了 今天又破新低了 你们都知道了啊 对 今天 深化甲 我在演讲的时候 我还一直推荐 全新可以空 全新可以空 你看全新今天跌停板 对 红杰克今天的跌停板 都是深化甲的 这些要注意哦 还在在拐贴的未来 他把这些都没好在的 对 你看心通 我三四块空的 当然我待在下面補掉 因为刚才没办法 对 松钢赚最多 66% 九字跌停板 我今天涨停板 连续三个涨停板 没有意义了嘛 你把人家跌成这个样子 实在来涨停板就没用了嘛 这支66%太太多 对 童胎这支扛不到啦 这支也 也是相同情况的股价 天刚要注意哦 我在管店 这支到现在很厉害 对 加零你们印象最深刻 我六十块钱空的时候 很多老师 拿着外资的报告 在喊多 结果 剩三十几 所以经常讲外资的评估报告 你不要乱用 会把你害死啊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才行 你看我六十块钱空的 对 创意最近也在补跌 可是这个股票你不要乱空 因为有台积电的色彩在哦 要跌起来是很比较辛苦了 价格坦白说太贵 创意 创意 EPS六块钱而已 股价三百多 本一笔五十倍 太贵啦 可是有台积电色彩 如果台积电跌 这个股票刮起来就会快 台积电不跌 中股票就会比较抗跌 抗这太贵了 所以我说过 我业绩太好的我不空 专门空那种业绩烂的 业绩烂的 涨很高的 那薄都不才会贴 对 联德 我当时在这里空的 你们都知道 联酸跌厅跌厅跌厅7% 这也是高档在补跌的 资源今天开始在补跌了 资源业绩也是很烂的 年财才赚0.39而已 探三个银股价670块 这个都太离谱了 对 网家今天也开始在补跌了 对 网家更离谱 半年报 半年就赔了快8块钱了 赔了6.78 半年赔6.78 股价还在130 140 但是 这要拨起来也很严重 在 大同基金盘刚开始 这要注意 这要拨起来的时候 弹起来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也是一个机会 黄金叫他刚出来 所以让他弹上来 盘一盘之后 如果量持续缩着 那个后面 那后面 也是有机会 对你看这很多都跌很深的股票 自身也是拨很轻吗 有没有 90跌到剩下40几 是不是也是腰盏的股票 所以你不要看加权指数不准 你看加权指数不准 很多股票早就18667了 早就18667了 所以你要随时养成多空双向操作都很熟练 不可以任性 不可以任性 我只做多不做空 你如果坚持只做多不做空 但在股票市場 你走不走 因为做多赚的 行情一跌就输掉了 对不对 不行的 你一定要养成多空双向都很熟练的习惯 我们看一下亚洲股市的部分 昨天美国很不错 今天欧洲开盘也很不错 亚洲其实今天也都很稳 你看南韩 澳洲 日本都很稳啊 大陆比较弱而已 新加坡今天也小涨 大陆今天持续破底 可是跌幅已经在控制当中了 对 香港持续破底 香港持续破底 大陆也持续破底 深圳也持续破底 美中贸易战 你中国迟迟不愿意上谈判桌 美国对他们施压 那个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而已 台湾不必然 不尽然需要跟大陆绑在一起 可是信心不足的关系 断头卖压一直出来 可是外资没有跑哦 外资最近是一直没有卖的 包含今天外资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外资间买卖差 兼外资小卖3亿而已 兼外资小卖3亿而已 外资反而是在台子期的部分 进多单退的比较快 光是这两三天时间 进多单已经退了2万多口了 这个反而要比较注意一点 当然你如果不是做台子期的 你是做股票的人 那完全依照个股的情况 完全依照个股的情况 你如果真的要做多也不是不可以啦 很多底部的股票 像我买这个我就不怕他啊 我们买这个就不怕了 对吗 你看我买的时候在这里 我带去买的 当时加权指数在哪里 在上面 我买了 价钱指数买四五百点 安全啦 没问题啦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半年报就一块八了 一年探三块的公司 股价你用长期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在底部的股票 本来就已经跌了四五年了嘛 所以很低啊 加上每股净值 21.79 碳三块的公司 本比才五倍 股价还低于净值 这没什么风险嘛 是不是 像我做多我买 中签 有啦中签间 还是有被压下来 我当时夹的啦 有被压下来 有被压下来 可是 几毛钱而已我倒不怕他 为什么不怕 因为外资买的比我更多啊 外资买了三万多张 都买的11.5到12.5的地方 外资买的丁管 盘不好杀下来 外资不但没有跑 他还在加嘛 那外资跟我们 为什么同时会看上这种股票 但年报0.87 股年是了几年 去年一整年是0.7 所以今年获利会比去年over一倍 每股净值19.4 获利翻一倍 净值19.4 股价只有净值的一半 所以这种股票你不用怕他 随时也站起来的时候 大半会儿随时也站起来的时候 那很快耶 那如果让他涨到净值 那就不得了 那就赚个八成九成 水中股票净和工退口手 安全啦 安全啦 这我要说共 这我所讲的 买底部的GEO股嘛 底部GEO股你就可以很安全 目前比较大的危机在什么 在高融资 你不要看融资 已经减少了193亿 个股融资有些根本没有退的 你看最近这两天 融资增加最多的 在被动元件 在被动元件 你看被动元件的融资 不但没有减少还继续增加 不但没有减少还继续增加 所以很多人掉到那种基本面的迷思 哇数据好漂亮哦 基本面好好哦 然后现在就一直买一直买 你用现股买可能就没问题 你用融资买的话会有怎么样 会有断头的问题啊 还有当头的问题啊 散户一直买那谁卖给你的 就是法人嘛对不对 所以外资在卖散户在买 这是最危险的 华星科也是 融资一直暴增 你看今天被动元件 今天被动元件又是卖压的来源 被动元件又是卖压的来源 那同时矽晶元也是一样 很多人一直在推荐矽晶元 就推荐的结果矽晶元一直跌 对矽晶元 台胜科环球金中美金 哦这种跌法很可怕啊 这种跌法很可怕啊 你不要让自己掉到基本面迷思里面去 基本面是个大方向 短期的波动是以筹码面为主 他在台后你叫不敢 他才来去 你没有他办法 是不是 所以不要掉到基本面迷思 短期的波动以筹码面为重要 你看我再轻 一百七十几现在剩下 七十八而已 已经跌到六十趴啦 已经跌到六十趴啦 怎么办呢 对太阳人 我说基本面不好不要去碰 今天要全面大跌 今天最烂是这个啦 文貌 文貌 外资 在上个礼拜出评估报告 文貌喊两百八 很多人拿着外资的评估报告跟着喊 两百八两百八赶快买 乘几何时间外资新的评估报告出来 一百三连绿了 对连绿 才上礼拜时间而已 上礼拜 画尼巴 今天就画百三 你死后看 所以经常讲不要把外资的画当顺子 你会给我外资变细 果然又来了 有没有 我从来 外资的话 看看而已 根本不会在意他 自己要有自己分析的方法 这才最重要 才不会到处被骗 你看文貌我有叫你买过吗 我有叫你买过吗 我说融资很危险 本来股价是太贵 你赚六块赚九块 很好没有错 股价炒到三百多 就太over去了 他现在回来一百块 也才刚好而已 刚好而已 二四五五全新就不用讲了 每年都只能赚到两块而已 每年都只赚两块而已 股价炒到一百五 七十几倍你还嫌太便宜吗 很多人在一百 本一笔七十几倍还在喊 现在开始崩跌了 探两块而已 探两块而已 这叫现实嘛 对不对 实际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嘛 八零八六也是跌顶版啊 这也一年只探两块而已 一年啊 一年赚一块多两块钱而已啊 你股价再怎么涨八十几块 四十八也是太贵吗 等到一退潮之后 那个下来是很可怕的 那个下来是很可怕的 这一次被外资的评估报告 又一堆人被骗到生化甲细晶园里面去 很多人就被骗进去 原本已经杀一波了 被外资评估报告 骗进去又去追买 又下来 很惨啊 很惨啊 这个行情重点在个股 大盘的部分目前危机是还没有解除 短线上有机会板谈 可是谈上来 在融资还没有洗干净之前 在美国生息还没发布之前 危机都还没解除 要怎么走 听我说到你怎么怎么走 顺势做嘛 对不对 顺势做嘛 我还有几个党要空的股票 都是业绩很烂的 只要谈上来我一直在空 我当时我会再空 那这你要买 少量买底部GEO股 等到整个大盘 空头结束为止 等到整个大盘空头结束 要全面搬多再来搬多 这里融资洗净是很重要的 因为后边还有一个串基行情 后边还有一个串基行情 你把融资洗干净 有助于选举行情发动的时候 筹码干净了跑得会更快 可是不要太急的找进去 太急的找进去还是危险的 那任同联恋这种做法的 任同联恋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 我们来买底部GEO股 尤其行情不好的时候 空高档的GX股 我现在还四个股票 准备价格来就要空 跟着脚步一起来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对 对 对